在南投有一輛神出鬼墓的行動餐車 想吃還得碰運氣 因為它是不定期也不定點出現 獨特的巨無霸糯米腸 外皮酥香 內裡軟Q 脆皮大腸裡不但包進整個的青蔥 而且是先滷後炸再烤 皮脆還帶有嚼勁 往往只要一開攤 就會排起長長人籠 最貴的時候就是五金一千三 這個裡面會泡油沙 一定要跟它洗乾淨 水給它流 然後這樣洗它才會乾淨 沐浴浸身過後的青蔥 蔥白的部分顯得更白 蔥尾的部分則是更清脆了 胡媽媽每天都要洗上一大盆的蔥 再把清甜的蔥段塞進滷過的非常內 像這樣多的要剪掉 大腸頭搭配甜脆青蔥 先滷後炸 就是脆皮大腸之所以能夠香酥脆口的最主要關鍵 因為它這個已經滷熟了 主要我們是要把外皮把它炸得酥脆一點 這個一天一般都要炸一鍋到兩鍋 因為這個是限量的每天都不夠 五 四 三 二 一 OK 邊莫熟 邊把燙過的糯米放進炒鍋 亮亮的 我們的那個米腸啊 它不會像有的熟 有的沒有熟 不會 每個都一樣 吳媽媽跟陀螺一樣忙得團團轉 至於其他無家成員呢 也各自有各自的角色 吳爸爸負責把拌炒過後的糯米 關進大腸內 每一條巨無霸糯米腸 都要經過它的鷹眼檢查 確保完美無瑕 弟弟鴨子則是負責灌製香腸 這就是吳家人的日常 從清晨起床就開始備料理貨 吳家一度在兩岸經營塑膠回收廠 因為投資失利面臨經濟窘狀 為了重新出發 十年前開始開著一輛餐車 以彰化為中心點 征戰中台灣以及南台灣 主打的糯米腸 香腸 脆皮大腸 以及鹹豬肉 被熟客們暱稱為四大天王 今天餐車出沒的地點 選在一個小時車程外的南投路骨 才剛停好車 搬下烤爐準備做生意 就已經有三組客人等候 再五六分鐘就好了 這還要搞大 27 214 好 同家庭 好 我怎麼會知道這隻啊 你看F1 看骨頭表面是F1 他就是有說今天會來 雄大賣力的在火爐上 翻烤著巨無霸糯米腸與香腸 另一邊的烤爐中 則是放上鹹豬肉跟脆皮大腸 米腸得烤到焦黃微酥 又不能過熟 香腸則要把肉汁跟熱度 鎖在腸衣中 這樣咬下去才能噴香有味 俗話說 酒香不怕巷子生 其實啊 米香跟肉香 更是不怕巷子生 今天來這邊吹光 我覺得蠻新奇的 它的香腸 就一般的吃起來的口感 就是比較別那麼鹹份 不會那麼重甜味 然後QQ的感覺 很純手工的感覺 越嚼越香耶 它的那個糯米香很香 因為香腸好好吃 香腸很好吃 好吃 肥肉沒有那麼多 比較合我的口味 我怕肥肉 泡菜 我覺得他們泡菜用那種 發酵是那種天然的 不是那種加了醋 所以好吃 好喝 我要幫大弟弟吃 她說她要給弟弟吃 大弟弟要吃這個 你喜歡嗎 我剛剛以前都沒有吃過這個 熊大私下跟我們說 這樣的人潮只是小case 如果到比較大的城鎮 有時客人一排隊 就要等超過半小時 炮爐裡的脆皮大腸 油花噗滋噗滋作響 因為製作實在太過費工 加上要保持外部酥脆 內裡水潤的口感 路邊小攤 根本沒有人敢親眼嘗試 只有餐廳啦 餐廳才可以吃得到 又香又好吃 米腸也很好吃 兩個都很好的 所以當然它在整理 在料理過程上比較繁瑣 而且我們賣的價錢 也是很親民的價錢 我們10年來都沒長過家 也是想辦法說 可以用親民的價錢 讓大家可以吃到這種傳統小吃 10年來沒長過家的傳統小吃 真的是鳳毛麟角 這台餐車中 不只有巨無霸糯米腸 香腸 脆皮大腸 還有鹹香夠味的鹹豬肉 可以追加烤肉嗎 鹹豬肉一份 鹹豬肉 再點一份 先炭 這是浩德在哪裡 好 炭的 我再也炭一下 它再加一份鹹豬肉 這個鹹豬肉 蠻好吃的啊 味道不錯啦 而且那鹹豬肉 味道也蠻重的 因為做龍的比較有重口味 那個鹹豬肉跟脆皮大腸 超好吃的 超讚 很脆很好吃 他們那個鹹豬肉 也醃得很夠入味 我們有韓國來跟日本來的客人 就追著我們的山車跑 然後用翻譯軟體 視訊我們的粉絲專頁 他去到現場就看圖片點菜 隔了半年或一年 他們到台灣來玩 還是會找我們的餐車 一份鹹豬肉拼脆皮大腸 或者是最傳統的糯米腸拼香腸 就是吳家人最用心的局限 但是超時的工作 已經讓吳家爸媽 健康透支 加上缺工影響 這部餐車還能往前開多久 雄大無奈的笑了笑 連他自己也沒有答案